观众朋友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其实都蛮类似的 这个天气虽然说降雨少 但是云量多 但是也不是说非常的稳定 华南还是有一些水汽进入到我们台湾的 现在看看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那现在除了在中部台中沙路 彰化大城这两个地方 来到了对过敏族群不好的局势 其他大概都是黄色的普通 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虽然黄色的范围很广 但是还好也是普通的等级而已 那今天降雨的状况主要是以山区的午后震雨为主 平地方面局部地区临行的有下了一点雨 量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午后热对流 就是塞巴虎所造成的 那另外气温方面的话呢 随着东北风稍微的减弱了 东北风减弱之下 当相对的温度上面就往上升了 南部因为部分地区有下了一点雨 所以温度上面就比昨天稍微低了一点 那在天气方面呢 北边的高压慢慢的要移动出去了 台湾附近这边的东北风都有逐渐的在减弱 所以只要雨少的话 温度就往上升 到了明天晚上 高压很明显快速的移动出去了 明天的温度还会再往上升 南边这边慢慢的有封面系统在这边形成 这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 华南有一些云层进来了 造成我们的天气比较不稳定 各地区下雨的机会就增加了 不过目前来看这个下雨的量应该不多了 那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天气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毕竟这个封面会维持在南边 所以南部可能都还有一点震雨 其他地区午后震雨 这个是礼拜五礼拜六 礼拜天开始 这个南边进来的水汽又变多了 中南部下雨的机会又提高了 那北部这一带大概都是属于午后震雨 至于说整个卫星土上面 我们看到云层发展主要还是在华南沿海这附近 部分的云层还是有进入到我们台湾 就造成我们的云量比较多 这些云层大部分都是属于中高层的云 只不过我们的云量比较多 但是有时候进来局部地区 还是会带来一些短暂雨的 明天进来的云层带来的降雨 还会有再更明显的 雷达上面刚刚看到 北部是有一些云层在接近 对地面而言的话 北部这边在后面出来的这一块云层 降雨就慢慢比较明显的 接近台湾的话 刚刚提到了南部这边部分地区在下雨 所以刚刚的温度上就有比昨天低了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西边这边的云雨区 还是有往台湾这边在移动的 造成了我们的降雨会逐渐的开始增加的 明天的降雨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降雨 慢慢就开始增加了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各地区明天通通都是有一些震雨 现在看起来的话 里面是没有这种对流云 所以瞬间短时间的这种强降雨 出现的机会是比较低 但是各地区可能都还是有震雨的 华南云溪进来大概持续两天 礼拜三跟礼拜四 那礼拜五跟礼拜六这两天 我们的天气会稍微比较稳定下来 但是午后还是会有一点震雨的 礼拜天开始 这个西南边进来的水气又开始增加了 中南部这一带可能又有一些震雨 或者是雷雨三天的端午的年假 目前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中南部的天气比较不稳定 礼拜天开始可能碰到震雨或雷雨的机会比较高 那北台湾这一带基本上大概都偏向在午后震雨 那明后两天华南云溪进来 所以降雨开始增加了 天气没有像昨天跟今天雨这么少了 雨慢慢开始增加 那因为雨增加的关系 所以白天的温度也有稍微下降一点点 但还不到东北风的影响 气温那么凉的状况 只不过没有最近这两天来的闷热 明天出门要记得细大雨聚 降雨机会比今天高了